接下来我为各位谈论 《史记》这部书的特质到底是什么 《史记》这部书一共有四个特质 《暂史部》它是证实笔主 这是所有人都公认的事实 我们看《镇桥》是怎么形容这部书的 它说《史百代而下》 《史观不能义其法》 《学者不能舍其书》 六经之后唯有此作 你们看看六经之后唯有此作 就知道这部书在正乔心中崇高的地位 而问题在于 《史记》这部书从著成之后 后世所有的史书都沿袭着它记转体的体力 所有史书的内容都或多或少受到它重要的影响 那我们来看看这部《正史笔主》 为什么能够成为《正史》的开山始祖呢? 原因是因为它首创《记转》 它首先创立了《记转体》 它为了适应它的要求 它创立了所谓的《五体》的起台 它包含《五体》 《五体》是哪个《五体》呢? 《本记》 《表》 《书》 《释迦》 《列传》 《本记》的目的在于 《载自天下者》 《以载自天下者为中心》 我说载自天下者没有说它是帝王 项羽不是天子 旅后不是帝王 而这两个人都写在本记之中 所以它是载自天下者为中心 《表》 基本是把天下同时间发生的大事 把它编在一起 所以前人多半把表当成资料表来读 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大的损失 表者 表天下之大事 与李乱新亡之大略 而观一时之得失 这是我个人认为表的意义 以后有机会再详细跟各位说 书 八书专门基制度 释迦 三十四家 专门基 以载自天下者周围的 腹壁公骨之城的释迹 而列传呢 则是除了载自天下者 和他身边的重臣之外 还有一些人应该在历史留名 史官要把它完完整整地记载下来 因此史记的五体就有 本记 表 书 释迦 列传 总共五个体力 首创列传包含五体 更难得是这本书 《体大司经》 在一个史书来说 这本书从他所能追溯到中华文化最早的始祖 皇帝开始 一路写到他的当代为止 他是一部通史 只有通史才能整体通冠的观察古今之变的发展 因此郑桥非常赞取通史这样的体力 更难得的是 他不只在时间上是远远流长的通冠 他在空间上 太史公写的不只是当时的中国 他除了中国之外 他还写匈奴 他还写朝鲜 还写西南夷 还写西域 还写他所有已知到当时已知的整个世界 太史公的史记 他不只是一部中国史 他更是一部以中国为中心 在当时来看的世界权势 因此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正史笔主 正在于他首创纪传 包含五体 贯通古今 体大丝经 这四点是后世其他的史书非常难以比得上 第二点 在文学上 史记是所谓的散文大中 我们后世把文学归类到极部去 史记为什么是散文大中 因为他的行文不受年月限制 以人物为中心 中国的文体有散文和运文两个大类 而学习散文没有人不看史记 所以你看到我的引文里面就是说 学者为文 没有人不读司马执掌 就是司马迁 以及韩退之韩玉的文字 韩玉是唐宋八大家之首 而在当事人来看 司马迁的文章还在他之前 还在他之上 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人推崇司马迁的文字为 熊 生 亚 贱 熊是形容他的气势 生是形容他的含义 光有气势有含义 更难得是他文字典雅 典雅的文字写得不好容易死气沉沉 可他文字贱让人看出来有勃勃生机觉得自强不息 熊生亚贱这四个字如果再加以归难 就是熊义二字 他一方面气势雄伟 一方面又有飘逸不可测之处 而这飘逸不可测之处 前人就常常说史记的文章有奇气 什么叫做奇气 大凡古人为文 与启涅转接之间 如果有后人不可测试之处 那就是奇气 简单用白话文说 他写的东西事前你想不到会这么出现这个文字 读完了之后拍案叫绝 觉得写得真是太好事后你要忘不了 这就叫做奇气 史记的文章前人说有熊义 前人下面有评价 韩文宫就是韩裕的文章 熊而不义 欧阳文中宫欧阳修的文章 义而不熊 可这两家不过各得史记之一体 就足以成为当世散文大家 足以成为后世的文学大宗 你就看史记在文学上的地位究竟有多么崇高 而更难人可贵的是 史记130篇 偏偏几乎都在塑造人物 都在描写时代 可是每一篇因为他所描写的人物不同 时代不同 每一篇的文风都完全不相同 偏偏都有他的独到之处 可以说一篇是一个面貌 如果各位不相信 可以尝试看看 秦始皇本纪的文字 就和武帝本纪的风格是不相同的 刺客列传的文字 就和孔子世家又是另外一个面貌 这就是史记在文学上面了不起的地方 第三 在子部上史记是一家之言 中国人把家这个字看得无比重要 不是什么人都能称家 称为家者必然是因为他有他独特的思想 在清代 大家公认文章写的最好的是同城 当时号称天下文章出同城 同城的人自称自己为同城家 可是其他的人 后世的人只叫他们同城派 你看一字之差能差多元 为什么不能成家 因为成家要有自己独特的思想 司马坛论六家要指 阴阳如墨明法道德 六家都有他了不起的思想 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 而史记在这里 他说自己成一家之言 他成哪一家之言 他成史家之言 他是正史鼻祖 更难的呢是 他有自己史家独特的思想 所以他大胆地叫自己成一家之言 而后世的人都公认这一点 既然能成一家之言 他当然带有子部的性质 这是不用怀疑的事情 前面介绍了 史记在史部 它是正史鼻祖 在吉部 它是散文大宗 在子部 它是一家之言 这三个的成就都已经了不起了 但是这三个都不是 史记最重要 也最特殊的价值所在 它最重要 也最特殊的价值 在于它是百王大法 什么是百王大法 这必须从中国文化学术的大传统开始说起 中国在学术上的大传统 特别是在史学上 就是以史论字 中国最早论学 把在我诸子的学术分为六加 就是司马坛的论六加要值 最后它总结于六加接物为字 用一个字字贯穿六加 中国最早的典籍是六亿 诗书里乐亦春秋 太史公在史记中也明确的告诉你 六亿余字一也 一样用一个字字贯穿六亿 那么在六亿之中和政治最有关系的有两部 一部是上书一部是春秋 太史公说上书藏于正 春秋藏于智人 正与智人相比 与智更有关系的自然就是春秋 而史记在秩序之中 说他这部书是为了记春秋而做 所以这一点我们就会看出 史记本身更是一部论智之书 我们要明白史记记春秋这一点 就必须要重新问 在当时人也就是西汉武帝史之前的人 他们到底是怎么看待春秋这部书的 我们今天认为春秋是一部史书 如果以史书的观点去看待春秋 那就会发现春秋不但是一部简单的史书 更是一部残缺的史书 我们就春秋经的本文来看 它的第一条就只有六个字 元年春王正月 一般我们写历史 一个完整的历史记载 必须要有时 要有地 要有人 要有事 可是春秋经开宗明义第一条 它只有时 没有地 没有人 也没有事 所以用史学的观念来看 春秋不但是一本简单的史书 也是一本残缺的史书 所以前蓝才说这本书是断烂朝报 可在西汉人来看 春秋不只是一本史书 孔子是在借242年的历史的事情 来表达自己的为言大意 这是西汉人共同的认知 我们今天已经不能接受了 简单的说 孔子是拿这些事作为假借 来表达伸张他心中 让三世人群 三世就是巨乱世 生平世 太平世 进化的自道与自法 他如何让天下所有的人 能从巨乱到生平到太平 一路到达最理想的境界 他把这些自道和自法 都寄托在他这部 春秋这部书之内 因此汉代人认为 春秋不只是一本史书 它是拨乱反正之书 孔子自在春秋 孔子自在春秋 是因为他认为拨乱是反处正 莫尽呼春秋 所以春秋是拨乱反正之书 而史记记春秋 他当然也以拨乱反正 作为他的自相 他用的方法是 将两千年的历史 做整体贯通式的观察 要从里面找出 能被后世圣人君子 所能遵循的大经与大法 这个大经与大法 是经得过历史考验的 从这个大经与大法 才知道治理天下 到底应该怎么做 而这个大经与大法 到底是什么呢 史记的内文非常多 不是三言两语 所能讲得清楚的 在后面 我会尝试用一篇一篇 具体的例子 来为各位展现 史记中所说的百王大法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透过两千年 中国历史的观察 他到底提炼出了 什么样的智道与智法 但是在这一点上 说史记是百王大法的 不是只有我 说史记是百王大法的 还有最早是清朝的包士成 他就推崇史记这本书 非仅一代两史 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正在于百王大法 这四个字 因此我们要说 史记于史部 它是正史笔主 于吉部 它是散文大宗 于子部 它是一家之言 于金部 它是百王大法 史记这部书 之所以了不起 正在于它 以一本书 而身兼金石子集 四部书的特质 金石子集四部 是后来的观念 在汉代人分七略 但是不管学术上 怎么分类 像史记这样 以一部书 贯通诸多 不同领域的学术学问 而让他们总结于一题 这样的书 在中国历史上 史记之后 就没有第二本书了 史记之难门可贵 史记之崇高与特书 正在于这一点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